昨天晚上 风大雨急 还有雷电闪雷鸣 很多树枝都被刮断了 就那么短时的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小区里面的很多车都被树枝砸了 我自己也赶紧去看一看 我这车被砸了没有 有一些树枝躺在前挡风玻璃上 看看也没什么划痕还好 但是在很多地方江南一带 已经形成了灾难 在安徽乌湖因为风力超过12级 这是乌湖造船厂一台未作劣的 450吨的龙门钓侵服 导致三名正在流行的安保人员死亡 这么吓人 而在南京南通音乐节上 有两万人遭遇了狂风暴雨 以及冰雹的袭击 那在南通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离上海不远 非常厉害 而南京也是同样的光风暴雨突袭 在两栋楼之间能够形成龙卷风出来 很多地方的树被连根拔起 当然在上海就更厉害了 因为上海最近在举行电视节 所以呢很多明星也遇烂了 那个风叫妖风不正经的风 刮的明星们也是面面相伏 这个花容失色 当然还有那些苦了那些在街头卖气球的小贩 气球被风吹走 你看看 都是一个损失啊 好大的损失 所以这种恶劣天气 强对流天气 不可预测 在夏天里面会经常发生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剩下南京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还会不断的出现